歡迎收看 這個味道最好餓 明星 老師 出國的時候 吃過幾次 有 屈指可數 對 應該是屈指可數 有一次就是上次我節目 有講過在Vegas 誤闖一家 有沒有 就很貴才走出來那一家 對 你大明星你應該常吃吧 不能說常 但幾次 沒有 我有去瑞士吃過 歐洲比較多 紐約吃過 然後日本人 日本人 然後上海人 這還叫不常 是這三個月內吧 我講的這些國家 我都沒去過 對 我看一下你吃多了 對 但就是 其實明星講的 不是只是在他的菜和烹飪而已 而是整體的氛圍 真的 還有上菜的順序 還有服務的品質 最重要的是酒 而且米其林是頒給餐廳 不是頒給廚師 對 但是國外有很多 那個餐廳的名稱 就是那個廚師的名稱 因為我最近看一部電影 大家可以去看就是 帥哥布拉利演的天菜大廚 就很清楚可以看到 那麼主廚 我多麼在意拿到那個星星 媽媽咪啊 對 今天要解釋一下 觀眾朋友說 我們台灣有沒有米其林 你騙誰啊 但是我們說 今天所有端上來的美食的主廚 都帶過米其林餐廳 國際的 國際的國就來自日本的 新加坡來自法國 招手揮手 回家 太平衡了 怎麼都看蹲 共酸 在我們面前這些美食 依依來介紹 有美食家來推薦 來 好 我們歡迎今天四位來賓 首先第一位 懂得享受人生的浪漫人 是一號人 一號人 一號人 人生就是要努力賺錢 努力享受 歡迎一號人 哈囉 接下來歡迎 心理美食家桃李軍 大家好 不好意思 今天我要讓大家成為 栽心族 然後我今天帶來的 所有的心急料理 吃完讓你都是滿天心 好 好 食尚小公主薇如 大家好 我是薇如 人生除了吃不然要幹嘛 歡迎 真的 接下來歡迎 吃東西超挑嘴的洪素卿 好 人家說外行看熱鬧 內行看門道 有些餐廳 你真的這一輩子 還得去看看熱鬧一次 對 謝謝你們好 昨年沒有米其林的主廚 坐鎮的日本料理餐廳 這是全台第一家 首家 對 通常我們的高湯 都是用台魚去理念 對不對 一座台魚做底 可是它是用鮪魚乾 然後配上了北海道的蒸昆布 這個什麼都有 真的好好吃 先聞 好吃 好吃 魚 魚 魚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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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懂了 他懂了 對 他跟我酷酷的點個頭 層次在裡面 不是這樣 這是提味的 這一個其實就是主廚 非常精心的一道重點 叫八寸 其實是日本懷食裡頭 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它上面有一個特寫嗎 看一下 這是什麼 它不是普通的炸蝦 它上面一層那個一粒一粒的粉 是什麼 米果粉 米果粉 它裹了一個不一樣的 這個是秘訣 我覺得 真的耶 所以非常好吃 其實 我看吃起來有沒有像它長相 這麼令人期待 不然你用手會被罵 不會 誰敢罵你 只有施葬也不敢 不是 好好吃喔 是 你現在吃 外面的粉咬起來一粒一粒的 是 故意的嗎 故意的 特別的 主要是那個米果粉 是它的訣竅 對 是不是很特別 蝦皮特別 魚 這個給你猜是 照燒的什麼魚 來 鮮魚嗎 不是 不是 好不好 我覺得你猜不出來 我直接告訴你 秋刀 我正要講秋刀 真的 我真的不應該嘴巴這麼快 同時 這差一點就 讓你 秋刀 一聞就是秋刀魚 而且它用照燒的做法 所以其實是很特別的 吃到秋刀魚的 然後可不可以吃一下 這比較季節的 這是秋式做出來的 秋刀魚它 一般你去處理秋刀魚 其實有腥味 是 或者是你那個肉 會不平均的入味 這是完整的 秋刀魚其實非常講究它的新鮮 因為它是一個紅肉很多的 就是鞋合肉的很多的魚 這種魚它的腐壞的時間 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它必須要把握 它在最新鮮的時候去做 它才會完全沒有腥味 沒有 這下面是什麼 這什麼 Oh my God 這怎麼說 它怎麼說 它這個蘿蔔是 一刀一刀切出來的 它是連著的 天啊 它不是所有的這樣 它是這樣整片 它根部是連著 上面像開花一樣 你看了這個 是不是可以理解 為什麼它連續五年 從它開店之後 它就拿到了米其林二星 連續五年 而且是連著 對 它跟金針鍋的概念一樣 連著的 它那個是很刀工 所以還是有讓它高湯的感覺 對不對 對 重點 看到這個 對 下面買了一個什麼東西 來 給你猜 這個就是蟹肉 好棒喔 什麼蟹 這當然是帝王蟹 答錯了 松葉蟹 松葉蟹 做成的蟹肉餅 壓力很大 吃東西 一朵 一朵白蘿蔔 橘花下面是松葉蟹肉做的餅 我來看一下... 搞不好 一定要... 黑人哥一定要吃 有嗎 我幫你煮一下 好吃喔 對 對 有啦 不要 不要 我想要流汁了 小心喔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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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啦 那個 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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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你們真好吞啊 對啊 你真好吞 你們都不要留給他 對啊 你講的句句是Q言 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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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國際 我們這就對 沒錯 我們製作也是黑人 好 好吃嗎 好棒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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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謝謝 這個厲害了 我今天要介紹這一家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現在鍋子要打開 來 然後我就可以倒囉 這樣 這還差不多 怎麼會這樣 它溫度是有稍微涼了 它如果剛剛好整個滾燙 它會整個噴 但是不會噴到鍋子外面 它就剛好會溅在上面的一公分 它會整個餐廳都是米香的味道 攪拌吃的時候 它會有兩種口感 一種脆脆QQ 一種軟嫩軟嫩的白飯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西絲脆米泡飯 它整個餐廳都 下這一道的時候 整個餐廳都是這個味道的時候 隔壁桌子的時候 也要點了 好不好 我要點 對 所以一般到我們餐廳吃飯 幾乎每一桌一定必點 尤其現在是冬天 而且你知道大骨要熬10個鐘頭 才能熬出這種顏色 容我說說 它裡面已經先有泡在 大骨湯裡面的米粒 另外它再加了香米下去 它的咬的感覺不同 對 有脆的 不同的口感 這個我也想帶回家給飯飯吃 真的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小朋友吃其實很好 它的那個心滑都煮到湯裡面了 葉師傅 妳有多煮嗎 要外帶 等一下 我包一點 可以嗎 你們這麼好吃 可以 還有一份嗎 對 我再帶回去我太太吃 真的很香 還有嗎 可以嗎 還有嗎 可以嗎 我會留給現場工作人員 你們那什麼表情 正宗沒出息 我先沒出息 怎麼那麼好吃 真的很好吃 而且你會不由自主的 一碗接一碗的一直吃 怎麼那麼好吃呢 葉師傅 你在哪裡 葉師傅 你在那裡 葉師傅 你在那邊 怎麼那麼好吃 這是你自己做呢 我要確定一件事情 真的嗎 真的是原味嗎 這樣熬出來的 真的嗎 沒有放任何的那個嗎 怎麼那麼甜呢 還有菇類 還有白菜啊 它的甜味 這個湯頭是驚人的 用原味這樣真是不得了 真的 而且你看它大骨熬10個鐘 重點是它加了老母雞 你知道那個大骨的味道 跟老母雞結合在一起 你真的不要再吃了 你還要帶回去給飯飯耶 這邊那麼多 那邊還有一鍋 這OK的耶 老師 你不要吃賴寶 後面還有 這麼好吃 對 我還要介紹這一道 來 妳說 這一道也很厲害 它叫天網煎上湯角 對 你看它的那個 你看它的旁邊 像網子一樣 而且我跟你講 這一個很厲害是 它裡面也放了什麼 你知道嗎 也放了那個雞高湯丼 高瘦 高瘦 老師 雞高湯丼 妳欲罷不能 妳還想再來一碗對不對 對啊 我覺得不用介紹別的吧 妳也喜歡 妳就靠這一鍋 妳就登記了 妳就靠這一鍋 泰國廚師 不開心 對 妳要介紹到它 老師 你一定要吃吃這一個 好 這個湯角也很棒 那個醬很厲害 對 妳看 妳光看它 這是不好包了 不想把它弄 藝術品 對啊 有種美食就是這樣 是藝術品 真的 而且我跟妳說 妳知道這一個腳類 它的那個折痕 折了幾折嗎 很厲害 真的 85折 一般我們來到我的腳類 是不是就頂多 5 6折對不對 5 6折 它折了14折 好脆喔 好脆喔 它有什麼反應 好 不是 這就是個功力啊 你懂嗎 那是鹹的菜肉嗎還是 裡面是五花肉 因為它有放雞湯丼 所以你一吃會這樣 噴汁 是不是 你看 而且我們已經拿出來 放了一會兒了 你都還可以吃到它的湯汁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真的嗎 這也是葉師傅做的 這也是葉師傅做的 最不挑食 應該... 最挑食的 好吃 好吃 是不是很棒 真的說不出話來了 你知道我們一般吃的腳 最怕就是裡面很乾 然後肉對不對 我說說 這個皮雖然薄 但是很有嚼勁 很韌 它不是因為厚所以有嚼勁 它這麼薄它怎麼做到 因為通常薄的皮很容易 一咬就爛了 對 我覺得這就是功力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介紹說 它在那個 它是真的在米其林餐廳的 港式點心這一塊待過的人 它不是隨便講一講或是 全世界的港式的米其林 拿到的真的不多 你屈指可數 柯老師這樣喝 我覺得兩波真的不夠 對 你講你的我怕 好 介紹完這個 我要介紹這一個 好 我準備了 3 2 還是等一下 來 那首波 調皮 調皮 各位觀眾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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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多好吃等等告訴你 重點是那個工夫 對 然後才把那個 放進去 然後它為這個工作做完之後 它就要吊竿兩個小時 就是要為了維持 你現在可以嘗到的那個脆 已經連續5年 兩顆心 對 今年港澳的先出來了 剛剛出來 它還是兩顆心 這要維持一直做 不要說它裡面 送肥最好